歡迎光臨月落屋 按讚訂閱超級感謝 晚安 我要去玩學了 設計的置物空間 剛好放得下100公分的長挖帶 分隔收納乾淨整齊 這次乘客有兩位 座椅後退,延長腳步及行李的空間 出發北海岸 抵達海景第一排 在岸上看一下浪框 觀察一下海象 貝拉已經準備好了 還不到7點,停車場就滿了 第一次來82.5K這個點 熱鬧點也比較好 下水囉 -5K Denkat 出發前忘記補水了 出發加水站 有些加油站有附設免費加水設施 只是水流速有點慢 終於有水沖了 又餓又渴 來看看冰箱有什麼 上岸可以喝冰水 朋友都回家了 在車上休息一下吧 貝拉設計的枕頭家 剛剛好 讚讚 剛好收到Pamabi車伯錄音床的邀約 在車上小睡一下體驗看看吧 我們要去朋友家 通常我們會帶著睡袋去住朋友家 1秒變單人床 2秒變單人家大 3秒變狗狗床 4秒睡著 早安 我們昨天體驗的一個晚上 我覺得軟硬失蹤 然後它比較能支撐我的背 量身訂座的車床墊 想知道是怎麼訂座的嗎 走 我們訂座去 訂座之前 貝拉想一下要怎麼分割 軟硬度市場挑選 如何清洗 比如說這一片 用水蓮蓬頭這樣沖 你光這樣子沖 就可以把裡面的成蠻粉層 一切都沖得出來 因為它會卡到水 你要用手這樣 水之後它就會漸出來 兩面都要排 又放在陽台 你用電扇 吹過去的時候 三四個小時 它大概就會乾了 好帥 好帥 關於測量 如果你有辦法自己測量 這可以提供給我們 不然基本上都不建議 會約來這邊做測量 這樣不準的地方 可能就要自己承擔 對 黑色其實蠻帥的 那就是黑色嗎 對黑色 好帥 保固範圍 我們床間有十年保固啊 正常在睡的情況之下 厚度五公分嘛 你睡它了兩公分 兩公分 已經是它的很誇張 那個一看就會看出來 那只要跟我們講 我們就會給你換新的內心 有一點要注意就是 不管或是用繩子去綁 就會壓到這邊 那個就很明顯 你不可能把這邊睡成這樣 熱危的 對 對像這個的話就不再保護 對對對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在冬天的時候 那個電熱毯不能太熱 這個材質呢 你不能 加熱同時加壓 建議就是 另外鋪一個毯子 在那個我們的床墊上面 然後你再把電熱毯鋪上去 我這邊壞掉 我們都可以沾 可以啊給我們尺寸 這個是冰心蒟蒻 這個是乳膠 非常軟非常粗 但是加下去的時候 很快就碰到這個床墊 像這樣子畫在車上 它就不會動 石花推不大動 推動 分享一下感受 表面材質比較刮皮膚 需要鋪個毯子 最喜歡Pamabi 車禍床墊 它能符合車禮奇怪的形狀 邊角的空隙全部都能補上 還能讓星星選一半硬 貝拉選一半軟 讓兩個人都舒服的睡 狗狗也有位置 重點是不用擔心他尿床 冰心蒟蒻這個材質 能輕鬆洗除尿味 而且我們使用率非常高 除了車上休息外 朋友來家裡也能用 每個人體感不同 有興趣的話 就直接去躺躺摸摸吧 記得訂閱喔 你們的留言鼓勵 是我們發片的動力 謝謝大家 歡迎追蹤我們唷